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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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装置是不是能够很容易的解下来 第四个是所谓保持性 保持性的意思也就是当一定的重量 加在这个帽子上的时候 单车头盔上的时候 这个单车头盔会不会从人的头上脱落 这个是保持性 还有第五个是视野 当我们消费者戴上单车头盔 那么左右两边的视野 水平视野应该要有105度以上的视野 这就是本次检测所检测的品质项目的五个项目 第二个就是标识查核 也就是这些单车头盔的产品上 是不是贴有商品检验标识 以及他们这些标识的中文标识符合 那么依照标检局这一次检测的结果 总共纠紧的单车头盔的品质项目 以及标识查核全速符合规定 全速符合规定 所以市面上的单车头盔 消费者应该可以放心的购买 那么在我接下来做说明之前 线上朋友们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各位提出来 我等一下结束之后 就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标识局针对于单车头盔的使用 有以下的几点的呼吁 这边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点就是要购买 贴有商品检验标识的单车头盔 第二点是选购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选购新品 如果说外观是不新了 或者是里面的内衬有异味的时候 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 因为我们知道 骑单车需要耗费体力可能会流汗 那么如果说 这个单车头盔是被使用过的里面 可能会有残留汗质以及异味 像这样子就不建议消费者购买 第三个就是因为单车的头盔 每个人的头型不一样 建议消费者购买的时候 要自己去店里面试戴 不要有帮他人购买的情形 因为如果说对自己的头盔戴得不舒服 那么可能消费者在佩戴的意愿就不高 那就可能会影响到日后 在骑乘单车送死的时候 就没有佩戴头盔 会造成自己的安全 骑乘安全性的问题 第四个 佩戴头盔的时候 要正确的把帽带要细紧 要戴在头上 不可以歪的戴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机车族的朋友 在头盔的时候会把头盔往后戴 斜斜的戴在后脑勺上 这个时候这个头盔 其实就只有防雨跟防晒 以及防警察这几个功能 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防护头部的效果 一旦发生摔车的事故的时候 头盔就很容易脱落 飞出去 就是会造成不新的后果 所以我们建议消费者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戴在正带 不要仰带 第五个就是 如果说单车头盔的后方 有固定的装置 也就是把头到后面固定锁住的时候 消费者要试试看 如果说已经固定在头上了 不要再任意的移动它 这样子我们这个宿所的装置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第二个就是 不要使用其他非专业的单车头盔 比方说工地用的头盔来替代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固定的效果 第七个就是使用单车头盔之前 要检查一下帽体是不是有裂痕 如果已经有裂痕的话 要立即更换 第八个就是 如果说单车头盔已经受到了一次的强力的冲击的时候 即便是外观看起来没有伤痕 那可能也有受到了相当的冲击 那么建议消费者要更换 不要再使用 以上的八点是标减 针对于单车头盔的使用 配戴上给消费者的一些建议 那么线上有朋友提到说 头盔掉在地上就要换 会不会太浪费了 没有说我我觉得说如果是掉在地上就要换 好像是有点太浪费了 不过标减局他所针对的单车头盔所提的建议 确实是良心的建议 有的时候那些 因为毕竟单车头盔 它可能构造上是比较脆弱一点 它有的时候有一些细纹的裂痕 也不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的 如果说掉在地上了 受到一定重力的冲击了 没有更换的话 那下一次再受到力量冲击的时候 它吸收的功用就比较低了 建议消费者是不是就 如果说经济上许可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不用太觉得浪费了 因为据这一次调查的结果 关于价格上的调查 最贵的其实也不会超过2000块 一定这个头盔 那跟自己的安全比较起来 那还是花一点点钱 最便宜的甚至只要450就有了 那么为了自己的安全 这个小心一点是比较好的 那么有朋友问到说 头盔有把强制要求配战吗 单车目前是没有法律的规定 所以说我们在路上看到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骑的人很多 因为自行车自己没有随身携带 但是如果说要求自行车要佩戴头盔的话 那可能公共自行车就没有办法 运行的像现在的使用率这么高了 目前是没有法律的强制规定 还有朋友问到说 单车头盔跟机车安全帽的安全检测标准一样吗 不一样 但是这一次我们杂志上自诊 只有针对于单车头盔做检测 因为单车的速度跟这个机车不能比 机车的速度当然比较快 但他的安全保护要求更高 这一次只是针对于单车的头盔做检测 不一样 法规不一样 有朋友提到说都让小孩带安全为上 但律师说要戴和声的说明 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因为如果说小孩戴的头盔 我们这次检测的结果里面 也有小孩的头盔 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 他可能他的头型比较显 如果是勉强佩戴大人的头盔 那有可能就会因为赛死不合 所以佩戴的时候没有办法很稳固的戴在头上 有可能因为摔倒摔车的时候 头盔就飞了出去 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安全保护的效果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 不论是成长还是儿童 你在购买单车头盔的时候 本人要到店里面去挑 如果大人帮小孩子挑的单车头盔 未必一定会合他的头型 但如果不合头型的话 有可能会因为帽子头盔太大的时候 会松松的容易掉 头盔太小的时候戴的不舒服 然后消费者佩戴的意愿就不高 那么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安全保护的效果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 要戴的人自己可能要去店里面试试看 有朋友提到说 最好是规定要戴单车头盔 没有错啦 如果有规定要佩戴的话 可能就是有强制力的 那么对于这个单车组 戴单车头盔的人就比较多 但问题是 也是考虑到 因为骑单车的族群很多 有老有小 那么实施起来 可能反对的人不少 所以目前是还没有 还没有法律规定说 骑单车一定要戴单车头盔的目标 所以我们会跟随 Human Agent 在一方去ματα武器 这項他能够 有朋友提到说价格高品质就好吗 当然不一定 因为这一次标检局检测的结果 这个无论是价格高的价格低的 这个都通过了标检局的这个安全的品质的检验 所以代表说都已经符合国家标准 那至于这个消费者要买贵一点的便宜一点的 这个就是个人的自由意愿 那这个标检局这一次检测的结果 都有公布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 所以这一次检测的单车头盔 不论是厂牌、型号、产地 还有贩售的地点以及价格等等资讯 在我刚刚所报告的标准检验局的网站 商品安全资讯网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朋友们如果说线上的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 不过我注意到这一次好像标检局抽检的 这个九顶单车头盔里面 没有抽检到这个大陆以及台湾以外地区生产的头盔 也有可能这个比方说真正的这个欧美地区生产的头盔 价格太高 会超出标检局的预算 所以他们没有买到真正精品级头盔 最贵最贵也就是那个1900元的这个头盔 好像与我想象中的这个价格 有一点差 线上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不一定要与本次单车头盔的检测相关的都欢迎提出 感谢观看 如果线上的朋友们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要指教的话 那么我们就 有朋友问了 医疗用品不可以网路卖 那个有朋友问到医疗用品不可以网路网路贩卖 那是因为 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 医疗用品必须要有执照才可以贩卖 那在网路上卖的卖家通常没有执照 没有执照的话就没有办法贩售这个医疗用品 那医疗用品的这个规定还蛮严格的 我有一个客户他卖这个这个骑脚踏车用的护膝 他在网路上卖骑脚踏车用的护膝 也被卫生局那个开拔 那么我们有提这个宿愿了 也不是还没有到宿愿先提意义 说这个网路上卖这个护膝 这个是脚踏车用的护膝 不是医疗用 那种护健用的护膝 那么 但是关于医疗用品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 里面确实有护膝 这两个字 护膝这两个字确实是有医疗用 但是他没有去分说是运动的护膝 还是这个医疗护健用的护膝 执照的人是不可以贩卖的 不只是限于网路卖的 没有执照 实体商店也不可以卖 更何况是网路也不可以卖 有朋友问说 头盔这类商品 一旦使用过可以退货吗 这个可能比较属于 个人卫生用品 那你要退的话 因为您这里提到的可以退货吗 通常我们只有 这个 通讯交易可以可以退货 如果店面买的话 当然是一般都不能费 那么如果是属于 网路上购买的 这个个人卫生用品 我觉得头盔可能跟个人卫生 有点关系 单车头盔确实是有点关系 那 业者可能会不让 消费者退货 有可能 有朋友问说 可以要求网购业者出示安全检测结果吗 你买之前当然可以要求出示了 不过我们这一次做的消费者报导杂志做的这个检测的报告主要是抽测 如果说在头盔上已经这个商品上已经有商品检验标示 应该认为说它是已经如可握目前国家标准的这个品质项目的检测 就是只要有这个商品检验标签应该是可以放行使用 商品检验标签长同样的 如果那个商品上有商品检验标签 其实是可以放行使用 有朋友问到说最近都特价买到有瑕疵 被告知是特别便宜 难免有扣子缺的小问题 请问OK 如果说商家在贩卖的时候已经告诉消费者 这是属于通常会讲说它不会讲说这是瑕疵 它就叫做福利品 比方说常常那个家电影会有福利品到拍卖 比方说有一点小碰撞凹下去了 或者是它是展示品 类似这样子消费者已经事前得知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价钱也比较便宜 消费者也愿意购买的话 那确实是可以 确实是可以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如果确实已经有一点点小问题 也同意购买 那事后就不能用同样的一个瑕疵 为理由去补账解约内钱 但是如果发现有其他的瑕疵 那当然不再限制 有朋友问到说电视购物常说 我是德国品牌 但买回来怎么看都是大陆制品 请问有没有广告不实 如果说电视购物讲的是德国品牌 他没有特别强调是产地的话 那这个恐怕还不构成广告不实 不过反正您是电视购物买的吧 你7天之内都可以解约退钱 因为比方说举例 日本的电器 日本牌子的电器 日本牌子的汽车 我们买到的时候 这个电器好像也大多数都不是日本制造 如果说某项商品有特别强调 是在某个国家生产制造的时候 这样子才消费者拿到发现不是 这样子才算是广告不实 那如果业者只是宣称是德国品牌 但是不是德国制造 恐怕还不算是广告不实 这是我的看法 原来电视购物上说的品牌 不代表是生产货 这个我还不知道 因为我也很少看电视购物 这个不知道 还有这种花枣 又学到了 所以电视购物像这种通讯交易 本来就是因为消费者没有办法 现实的去看到商品的本体 所以才会给消费者有期间的 这个可以无条件解约的这个建设 原因就在这 那消费者拿到了实体商品以后 好像与我原来的想象不同 或者是与广告宣称有落差 所以我要不照解约退钱 这就是通讯交易啊 有这个建设期的意义 有线上的朋友写说 这个标签买到的商品 标签写委内瑞拉 不是法国 但是全写外文 有看没有懂 如果说商品上面 关于这一些商品标示没有中文 这已经违反商品标示法 因为商品标示 一定要附有这个中文标示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外国商品 上会贴一张丑丑的贴纸 贴的那张丑丑的贴纸 就是中文标示 如果商品上面没有中文标示 这个其实已经违反商品标示 商品标示法会怎么样 主板机关可以把它签 这样 如果说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没有其他的问题要指教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也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 也祝各位新年快乐 万事如云 谢谢 下个月再见 拜拜 下个月